由于健康原因 王一博未能参加长沙影片热烈的宣传活动 大盆与王一博进行了视频通话 他和王一博一起开了直播间 王一博不失粉带 戴着一点黑色的鸭水帽 鱼器中戴着一丝皮剑 见到台下的人 王一博很抱歉的说道 王一博表示很遗憾 没能来长沙参加演唱会 很遗憾 长沙是他成长的地方 但是他却没有来长沙参加演唱会 很遗憾 在连线的过程中 王一博不断地向粉丝们表示歉意 并表示自己还想要得到粉丝们的支持 并且告诉他们 不用担心 他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再有两日 他就能去参加巡回演唱会了 这才是真正的王一博 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请过一次假了 但这一次 他却是因为生病 做过了演唱会 而且 他必须要向所有人赔礼道歉 这让他很受伤 也让他很难过 是的 正如大鹏所说 来这里的人很多 大部分都是冲着王一博来的 虽然有些可惜 但也无所谓 大家都在期待着他的表现 甚至在连线的时候 大家都能明白他的心情 我们不得不承认 王一博在这个热搜上的热度 已经持续了一天一夜了 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悲伤 吸引更多的关注 让我们都为王一博感到难过 他只是一个人 又不是一个干活的人 如果他生病了 他也要好好休息一下 为什么会被人说成是在演戏 而且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关于王一博的讨论 比如张小涵说 王一博是个gay 你确定你见到真人了 要不要问清楚 要不要看医生 怎么就下了结论呢 想要见识的人多了去了 但还真没听说过 一个人因为生病 错过了一次露眼 就闹出了这样的动静 弄出了这样的动静 对方见王一博不在 高兴快乐 还暗示王一博要不要装可怜 装可怜 他的病 我们都能看出来 也能听出来 他很累 等他有好声 就能见到我们了 刚刚结束了一场音乐会 现在又要参加一场活动 王一博发表实名 说他没有工作 只是生病了 但大家都知道 他这么多年 一直在忙 舞蹈留下了很多暗伤 所以他的身体 可能会有些不舒服 王一博是一个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街舞的 有着十多年的经验 而沉硕至124分钟 则是王一博 十多年前的一段时间 他承受了多少痛苦 付出了多少汗水 再加上他的膝盖 所有的一切都说明了 他现在的人气和舞蹈 都是靠着多年的努力 才达到的 好久没见 王一博上了热搜第一 而且还在上面待了一天 有些好笑 有些惊讶 大爷无所谓 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为电影造势 电影已经破了一亿 已经很不错了 尤其是大盆 他在长沙的大街上 和黄波在路边小吃店唱歌 他也被这支街舞所吸引 他想要让更多的人 看到这支街舞 让他们看到这支街舞 让他们重新燃起 梦想的火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